这是一枚反坦克导弹的模型 我是根据法国MMP导弹的大概样子做出来的 跟所有导弹长得都差不多 它的头上是导领头 中间是装着战斗部和火箭发动机的弹声 其中生出8个叶片用来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 尾巴上很自然 肯定是有一个能够推动导弹前进的喷嘴了 不过要是再仔细点看的话 好像还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这根从导弹尾巴上长出来的细线了 它是什么有什么用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东西是用来在导弹与控制装置之间 传输数据的光鲜了 以前我们讲过线控的鱼雷 可没有想到 在天上飞的速度比鱼雷要快很多的导弹 竟然也是有线控的 那它为什么要用线控呢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延续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确还是存在很大的优势的 我们分别来讲讲 反坦克导弹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 在此之前单兵想要对付坦克呢 能用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反坦克火箭筒了 但是那个玩意儿精度不高 尤其很难击中移动中的目标 因为在战场环境下嘛 发射火箭弹之前还要计算好复杂的提前量 实在是有点难为人啊 那如果给火箭弹加一个遥控装置 在发射前不用计算提前量了 而是改在发射后 让士兵一边盯着目标 一边操纵火箭弹飞向目标 可以吗 哎 这个呢就是第一代的反坦克导弹了 此时的士兵更像是一个操纵遥控飞机的飞手 需要全程仔细观察并控制导弹飞行的方向 直到它撞到目标上才行 那么控制指令是怎么从士兵的遥控器上 传递到导弹上的呢 靠的就是一根导线了 因为这个时期的技术水平很难降低 无线电设备的体积重量和成本 再加上从火箭弹简单升级上来的导弹 本身的射程也很短 飞的也很慢 一根导线完全就够用了 最重要的是还十分便宜 你看大体框架就基本这么确定下来了 即便之后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在对制导方式上进行了重大升级 将士兵根据经验来手动操纵导弹 便为只需要把十字压在坦克上 导弹自己就能飞过去了 但用导线来传递指令这方面呢 还是大多被延续了下来 因为相比起此时已经可以用的无线电 导线还是更便宜更可靠 好了 再后来呢 终于出现了真正可以发射后不管的反坦克导弹了 比方说很有名的标枪 它可以自己锁定目标后 自主生成制导指令 完全不需要射手这边提供多余的信息了 导线也就在它身上彻底被抛弃了 看起来啊 它已经进化成了一枚真正的导弹的样子了 毕竟脱根绳子 这个画风嘛 虽然发射后不管好是好 打击精度高射手也能马上测 但问题还是会有啊 比方说导弹飞了一半 你突然发现一开始瞄准的是个假目标 或者发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 这个时候想要让导弹再改个方向 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于是后来人们又把导线给夹了回去 而此时夹回来的 就是不仅可以把指令传出去 还能把图像传回来的光纤了 光纤传输的优势非常明显 不仅速度快 数据量也可以很大 所以在现在的反坦克导弹头部 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光学摄像机的 它可以将导弹飞行图中看到的画面 实时回传到射手控制台的屏幕里面 赋予了射手一个导弹视角 从而令其可以更轻松的操纵导弹 具体的优势还可以体现在 一个是发射后锁定 也就是射手可以先不用瞄准目标 而是躲在隐蔽的位置 把导弹给先发射出去 然后用升空后的导弹视角 来选择和锁定目标 这个的附加好处就是增加了射程 因为它不再受到目视距离的限制了 二是模式认选 射手也可以在一开始瞄准目标 采用发射后不管的模式 让导弹认准目标出发后 自己去追踪并完成打击 但也可以随时人为介入 去改变攻击目标或者是放弃攻击 三是体型小巧 由于通过光纤可以随时与支导弹交流信息 它自身所携带的系统就可以很简单 既可以把体型做得小巧 也可以把单发成本做得很低 有利于大批量的生产和装备 这也难怪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先进的反坦克导弹 舍不得剪掉尾巴上的这根线了 但有个问题 导弹的推进火箭在尾巴上 光纤也连在尾巴上 怎么就不见高温把光纤给烧断了呢 秘密就藏在它身上装着不止一台发动机上了 尾巴上确实是有一台 但它只是短时间的燃烧 在一开始的时候把导弹推出发射筒而移 这段光纤有比较特殊的保护 加上燃烧时间又比较短 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 出了发射筒之后 真正的主发动机要点火了 它在哪呢 它其实是在导弹的中段 然后喷口不是直接向后 而是斜着向两个侧面 就像这样一样 左右两边对称斜着喷 靠向后的分力继续把导弹推向目标 虽然这样的画面比较少 但我还是找了几个给大家看一看 其实装完这个模型之后 我才发现真正的MMP侧风管还要更靠前一些 改天我再修改一下 顺便再给它加一个底座 应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桌上摆件了吧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八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